中文投资网比特币大赢家 累积15万人次收看 360度透视比特币 2019年改版再升级 币圈一周新闻简报 货币交易行情深度解析 币圈小百科搭配行业观点访谈 带给你兼具知识与深度的全新节目 币圈情报局每周三十分钟开拓你的币视野 trynyzifin.com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那今天呢是每个周的星期二 那我们惯例还是和休斯练电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做这个直播的连线 然后线上呢有我们的YouTube的这个观众朋友啊 那一样今天这个是我和校长 我们和威尔老师两个人一起来做 这三老师 因为周末的时候咱们在纽约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讲座 这三老师据说回来也是性情大变 好像累的也很累 这个不光是这三老师还好了 他先休息让他休息一下 六老师已经失声了 讲不出来话了 所以这个今天也是约的大夫 过去看了一下 所以主要是这近期的这个现场当中 因为行情比较波动吧 行情走得让很多人出乎意料 所以呢现场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针对美国股市 针对一些个股 跟大家其实提了很多问题 包括这三老师和六老师 在纽约也有一趟基础分析的一个课程 这个大家问了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付出的努力比较多 所以嗓子都哑掉了 所以今天我和校长啊 跟大家来做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个行情 回顾一下过去 然后展望一下下一个周的行情 那让校长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美国股市的一个走势好不好 因为这周其实这个消息面比较复杂 今天呢确实这个走势远出乎意料 我自己原先预估的是这个 今天能够出现一个小幅度阳相 往上涨的一个过程 结果到尾盘的时候呢 又重新收回 就是收下来 怎么标普呢 跌了两个点 基本上算是没动 稍微有点弱 那么今天盘面里头 有个比较重要的消息 就是美联储主席的这个国会货币政策质询 在这次质询里头呢 他提出了比较鲜明的鸽派的观点 就是明确一点 就是要保持这个合适的美联储 一个自然负债表 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在听这个缩表 实际上就是他把美元往回收了一个过程 既然说要保持自然负债表规模 他就意味着是 他要确保市场里头流动性不会枯竭 就美元要要够用 这样的话实际上对这个盘面呢 是一个很强的支撑作用 他在讲话之后 马上这个大盘指数呢 也往上走 这标普呢 在盘中说的网上又顶了下这个 呃两千两千八百点 那么顶了一下之后 搭配着美元指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所以说呢 本身态势是不错 但是尾盘之后市场的有一个向下 这个走的动作 其实是摩根大通在这边呢 发了一个言 就摩根大通总裁和 以前内部员工的今天都有这个表态 他摩根大通总裁 Jimmy Diamond是自己提了一条 说这个 嗯 说他们呢之后呢 可能要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 就是说要取代 已经推出来了 这个加密货币 叫做 GPM 叫做Chasecoin 就是他们觉得 自己我这个加密货币 在未来是能够取代 就是部分现金的功能的 嗯对啊他应该是1比1对等的美元的 那时候 所以说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出现这样一个态度 其实我觉得算是意料之中吧 因为Jimmy Diamond这个人一向比较精明 有什么新闻要出来之后 不管怎么样他要先先先先先抢占一个阵地 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这这一条说完这条之后 又补充了一条比其实说呃比较重要的信息 就是他透露摩根大通现在正在准备应对下次的危机 他强调一下说不是说下次危机就要来了 他只说我们要有一个准备 其实这个态度呢隐含态度比较明显 就是希望呃市场里能够意识到现在美股的进入了一个顶部区域了 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摩根大通旗下管理的最大的共同基金 就是这个multi fund已经开始抛售 呃股票类的资产就开始减仓了 然后呢手里头要多拿些现金 那么这块对于大盘在今天尾盘的运作呢 实际上构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那么从今天的这个从这一周的态势来看吧 这周态势里头实际上这个消息面影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一个是这个金明两天都会有美联储的这个国有货币政策质询 周四的时候呢还会还会多一条呃GDP数据到周五还有个人收支的这个数据提供 那么这周的话数据面上比较复杂 然后呢数据数据呢不好的可能性偏高 像今天这个早盘的盘牵手呢 给的新方开工就是美国的房地产数据整体表现就比较差 那么在这种情况影响下的话之后的包括这个消费收入 其他方面数据呢呃即便即便是稍微好点 但是受到美国政府官门影响的也不会太强 所以今天这个盘手主席这么讲都撑不起来 如果明天他还释放一些消息 事实上还涨涨不起来的话 那么之后这个走势呢就会比较困难 而且在今天时候呢我个人认为是盘牵里头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呃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下跌的可能是要下跌的信号 这个呢在这个我们做这个YouTube节目时候呢也有朋友提到 修讯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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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朋友呢也可也需要 小盘股指数做一个而且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比 我们把它调整30分钟图 从这一轮上涨过程中 其实我们的图图上面可以看到小盘股一开始呢 跟着大盘股一起走节奏切的比较紧 一度是一度是走的慢 但是趋势没变等到了最近这段时间以后啊 他呢开始在后面后半程啊发力呈现了一个超过大盘股的这样一个走势 但是在今天的话正式和这个大盘股的成呃出现了分歧 小盘股指数今天跌幅是在0.5 0.6的这个程度上 相比于标普相对于比纳指的跌幅都比较深 那么一般小盘股指数在下跌过程中从上往下穿大盘股指数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市场可能要去调整的信号 虽然说以往也有过就是 以往也有过就是大盘股到后面又涨了 强行把小盘股再再拉起来 但是这个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这个指标出现的话呢 可能确实意味着 呃整个盘面的预期就是整个美股的盘面的需要在进行啊 呈现出一个呃呈现出一个温和调整的态势 嗯呃行刚才校长呢帮大家去分析了一下整个今天呃鲍威尔讲话的一个重点 然后分析了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 嗯那我的观点是比较明确啊就是大盘就是看调整 因为呢从我们可以掉一个标普今天一分钟的图形来看一下 今天呢市场在一分钟的格局上面 你把那个对比可以拿先拿掉 嗯行凑合吧这个地方呃一分钟的图形呢 大盘突然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下跌 急速下跌之后很快的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向上拉抬 把这个拉抬呢把今天的这个涨幅全部都给 呃这块的这个跌幅全部给抹回来了 嗯然后又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下跌 整个日内呢今天应该算是一个呃不能说太宽幅 但幅度也并不是特别小的一个震荡行情了 整个今天早盘的时候这样一个V型反转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给我们一个信号 日内操作是没有单边的行情的 市场会来回的震荡 嗯那大家想要去操作这种单边行情的话呢 必须要等30分钟明确的向下破位才可以 那你如果单看单纯的来看技术图形的话呢 你是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这个市场呃现在还没有回调的迹象啊 因为毕竟他没有破位嘛 没有破位之前随时都可以出现一个向上的反弹走势 但是这个市场的反弹行情应该不太远了 刚才大家记得这样一个反转的态势 它是怎么掉下来的怎么涨上去之后 你看记得标普的一分钟图形啊 也是之后又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回调 对吧又出现了这样的回调 这个呢呃未必标普的日线图会像一分钟图形上这么猛烈 但是也会出现雷同的这样的行情 呃早晚会到时间的周期而已 那我们呃不去提前的去猜测这个顶部 但是这个位置再去开仓蓝筹股 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位置再去开仓蓝筹股 你不是一个好的呃盈利的机会 其实事实上也确实这样大蓝筹 在这个市场当中也确实没有涨多少啊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这个原油方面呢 原油的角度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昨天特朗普是要宣布 对又发推特的啊 然后又要表示呢 说现在国际油价还是太贵了 所以呢要向下去打压一下这个呃原油的走势 但是呃力度现在开始来看的话呢 好像并没有那么强烈 那现在原油30分钟的格局啊 出现了一个破位的行情 破位之后向上出现一个反弹56块钱 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点 那我们要等等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凸上去 呃不是不可以去买原油 但记得一定要有止损 55块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止损点 那如果大家做了原油的话 近期啊55一定是一个止损点 呃如果55向下跌破的话 这个看空原油的品种 甚至可以去呃向上去做起来 其实在这一块就是 昨天我不知道和这个大家 徐总监谈的会员朋友有没有去看 昨天这个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就老太太说了句话 嗯 说特朗普对经济搞不懂一窍不通 对美联储政策也不理解 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针对他 说原先推特 因为现在美国实际上国内需要 油价驱动型的这个通胀 来帮助美联储的达到他的通胀 2.0%的这个目标 结果他这个时候说不行 油价太高要干下来 那基本上是就等于少了 让美联储少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通胀的 一个助力或者来源 现在因为大家工资都涨了 油价稍微贵点 你比如说从50涨到60 对于又不影响整体这个消费的格局 同时也能对通胀的有个提升 其实这是一个相对说 还比较有利的事情 结果特朗普出来一捣乱 就可能对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实施 就不太有利rai 这也是现在 挺有趣的一个事 不行 然后这个美元刚才校长也说了 大盘大的方向 在这个爆边讲的话之后 呃 呈呈呈着一个下挫的一个状态 那美元的这个趋势 现在 呃整体是一个上行通道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形是画在着 是一个上升趋势线 但是呃我个人是认为美元呢 容易向下破位 95块5这个支撑点 我觉得应该会往下破掉 我还是比较看跌美元走势的 我觉得因为反而我是觉得 现在全球的这种政策情况下 如果美元再去过于强势的话 这个对美国应该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美元应该是方向下跌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是短线上就是中长线 我可能会相对来说 会倾向于美元还能稍微坚挺一下 但是短线上确实目前形势来说 对它不太有利 而且美联储现在为了撑盘 基本上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各类的表态都非常的鸽派 所以这个对美元指数来说并不是很有利 尤其是如果周末就周四周五 这一批数据要是不好 那美元指数肯定还是要往下走 那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 我们有VIP会员朋友在VIP里留言 说秦老师上节目的时候 一定不要提及这个股票和这个股票 某两只股票 不让我们提这两只股票 那这两只股票是这两天 一个是我上个周开仓的 一个是Jayson老师今天刚刚开仓的一个股票 那这两个股票呢 像我那个股票其实已经了结了 其实说出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大家不让说 那就算了那就别说 那因为我们还会围绕着这个股票呢 短线上来回操作 你那个股票从你开仓的位置到到这个了结的位置 至少赚了百分之二十 对百分之将近百分之三十吧 对应该应该是应该是百分之三十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针对着这个股票呢 来回的频繁再去操作 所以我们暂时也就不提这个代号了 大家可以不打电话 800958 8561 问一下我们的客服代表 那Jason老师呢 也是之前的这个空单也了结了 然后呢 他现在开始针对市场的一些动能类的股票 去进行一个下单的操作 所以呢 当然他还是一颗空心 一颗空心未死 但是呢操作上面的话已经有所改变 已经开始寻找一些动能股 这个股票呢 从他买完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 已经好像已经涨了两毛钱上来了 对 已经涨两毛钱了 所以Jason老师呢 也最近也有所变化 大家呢多多关注一下 我们今天我就不提的是哪些股票了 看也许他自己能讲漏 所以呢 你锁定一个YouTube频道 可能搞不好 他自己会讲漏这些股票 这个不能让他讲漏 这个点让他把这个众东西 留到我们这周六的这个讲座上说 就是我们这周六的话 就是Jason老师 Liu老师 然后这个 沃尔老师呢 都会在这个Sensei 去做一个讲座 就上周的时候呢 在纽约 那么这周的话在Sensei 有一个讲座 如果说在这个旧金山 或者在Sensei的朋友呢 有机会的话 赶紧打这个80098 8561来报名 去参加这个讲座 在讲座上 让Jason老师这个稍微透露一下 最近的操作的这个策略 和他操作这个标的 这个其实还是对大家蛮有机会 因为Jason老师关注那股票 我看了看 就是我没有他那个胆量 早上我看到的 有朋友问我 说我没有那个胆量间谍 让他破了一个点位 我才敢进 那Jason老师呢 一高人胆大 就直接杀进来 之后的话 向上的空间其实蛮高的 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 这个这周六问问 还能看 还能不能进 那会儿应该还来得及 行 那这个是刚才讲的 讲座的问题 那可能因为我们是 修斯顿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可能离旧金山 那班区比较远 那你可以去 还是不打电话 8009588561 我们呢会科夫人员 会给你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 网上可以看直播嘛 对对对 然后看这个链接 然后你可以知道大家 这个现场讲的是什么 然后上一次节目的时候 这个周的美洲华尔街的时候 和男的要做节目说 因为我们看过去的十年 这个市场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很多很多的机会 可能大家都没有去抓住 你比如说我们从 传统的零售 在米西百货 GC Penney去买衣服 结果呢 慢慢的都跨度到了亚马逊 跨度到了eBay上面去购物 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智能手机 从这个传统的诺基亚 跳到了智能手机的 这个角度上面 那可能下一个十年 也在你身边 但是没有被大家去给抓住到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 我们说认为电动汽车的角度 将会是下一个十年 因为或者说 说的具体一点 应该是无人驾驶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无人驾驶搭载在电动汽车上面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 案例使用 所以呢 我们就间接的就把无人驾驶 和这个电动汽车合在一起 我们会认为这个下是下一个十年的趋势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 这个电动电动汽车的研究报告 把在美国上市的一些电动汽车股票 进行了一个整合 然后呢 还是大家去拨打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客服人员会送给大家这一份研究报告 然后 我想这个下一个十年 应该就会在这些股票当中会有一个诞生 因为毕竟电动汽车的概念 在这个市场当中 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 而慢慢在我们生活当中使用的 也会越来越多 行 然后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还是就是说回过头来 就其实除了这个 真心老师他们自己弄之外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标的 我自己这两天有俩新的标的 觉得这个市场 就是说有这个新的一个短线机会 觉得市场要往上走 另外就是包括我们自己 像现在这个YouTube的朋友也有提问 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就是中国A股 你觉得它会不会之后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我对A股呢 并不是研究太深 我只A股 我只可以说就是毛毯还是可以买的 所以我就觉得A股里面呢 让我选一个 我还是会学毛台 我看了毛台的这个图形也好 包括我是觉得A股应该还是会继续往上涨的 那我反而我就是推荐毛台了 因为就是说基本面的角度也好 还是说从供需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毛台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现在假的毛台到时候都是 但是真的毛台就还是好 还是比较好 A股的话呢 就是在美国的话呢 有一个专门炒中国A股 就是上升300的ETF 然后在美国呢 这个成销量也不错 他呢也有 就是说自己可以长拿 他也有对应的这个杠杆 也可以就是说做短场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拨打800958 8561来要 来要这一支这个 根据跟中国A股相关的ETF 因为我自己呢 是我之前不是前两天在休假吗 回国休假 就是回国休假的过程中 我看了看A股 然后再琢磨了一下这个政策上的这个变化 就所谓A股里头会有什么政策底啊 资金底啊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状态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呃 你已经连续两天了 A股的成交量都在6000亿以上 这种放量上涨呢 和我和我觉得2015年那波行情的比较类似 因此我是觉得这个A股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机会 那么A股的ETF正好你就是就买上升年 它也能涨起来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会是就是说会是我们的一个策略性的 一种获利的点吧 然后然后我们看回来 黄金刚才漏了一条 我不知道Bron老师对于黄金是什么看法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说2019年你让我一定要去选一个 选一个可以中长线持仓的话 我可能会去选黄金 因为在这块今年这个市场头部 目前市场处在这个头部的区域里面 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 那黄金在这个格局里头 他会受到一定的这个追捧 而且呢有不少的这个呃 有不少的机构投资人呢 已经开始逐渐去增仓黄金了 我不知道Bron老师你怎么去看这个黄金在中长线上 是不是有他自己的价值 那你这个就相当于又在看涨美元 又在看涨黄金了 嗯 是这样 我我还是觉得说除非是战争情况下 就黄金美元应该是因为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八十的情况下 黄金美元的走势都是相反的 因为我是比较看跌美元的 所以呢我比较看涨黄金 然后再跑出到这层关系的时候 我再来看这个黄金的走势图 我也觉得黄金会比较涨 但是呢你我倒没有从恐慌的角度上来讲 因为我觉得市场现在没有恐慌 因为我觉得市场现在整体出于的状态 呃Wix指数啊已经到了一个低点了 你知道是近期低点 近期已经到了这个低点了 从这个Wix的角度上来 这是Wix的周线图啊 基本上啊也该出现一定的反弹行情了 这个倾斜的支撑点也差不多 也在这个地方也都到了 所以我觉得Wix指数呢 容易出现往上涨 但是我不觉得市场会有那种恐慌 Wix应该去反映一下波动 短线上确实不会有 从美国目前的这个数据 至少从零售上来看的话 它上半年应该不会出问题 最快最快也得下半年 或者说点到第三季度 才可能会在数据上有所反应 现阶段美国经济直接出问题的可能不大 我这个中长线看好黄金的话 我可能看的目标是在这个一到三年 甚至三到五年这个级别上 就不是说现在这个一时半会儿 现在短线我是自己倾向于黄金要回调的 我自己想炒这个黄金的那个ETF的话 我还想等它回调之后 好给我提供一个比较 比较优势的一个入场机会 而且呢在这边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从如果说从策略上来讲 今年咱们都知道就是应该说是以震荡为主的 这也就是以震荡行情为主 如果说这一年的我们想去做这个操作的话 其实在这个从策略上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很多时候都是短线的我们这边炒一下那边炒一下 那么能够拿来做策略的产品的本身就不多 那么我自己呢是舌头一直盯着两个想做策略的 那么到时候呢也是希望在这个YP里头呢跟大家做一个比较重要的分享 另外在这儿 这个我看换朋友最近啊就天就是说能源里头除了原油天然气看的比较多 我不知道Bron老师对于这个天然气有没有研究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看法 天然气目前天然气没有研究 我一点研究都没有 我研究不透的天然气 天然气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天然气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装饰股 因为这个去年放下之前是领着跟YP讲过是曾经我们做过一轮 这个天然气的一个呃对应的这个ETF 那么天然气的话在现阶段我自己觉得就是冬季差不多过去了 就是他的消耗机过去之后你说再让他有一个特别特别猛烈的上涨会比就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高 而且在现在这块他基本上从这里低位向上是一个反弹行情 今天把这个把这个上线收出来之后他再往上走的这个空间呢可能也不会太大 呃而且呢明确的讲是美国的能源信息署是觉得三月份椰盐的油气生产量会刷新历史高历史高点 那供给又上来了需求呢又双往下又要双往下走走 那我觉得天然气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呢就比较有风险 而且天然气确实它这个价格被操纵操纵太明显 去年这段时候不让小时还记不记得当时有个新闻说有个天然气的空头 是去看过天然气的直接直接就被这个打爆了 这小哥录了个视频感觉人都要人人都已经不行了感觉要自杀那种得到这种状态 所以天然气这种这种装骨就是说这种容易被操纵的我们去这个炒作起来的难度呢还是相当来说能比较高的 所以说今年这个行情还比较特殊就是如想要采取这个合适对应的策略就是今年我们着重炒两下股票 大家呢就是如果说纽约那次没那次会议没赶上那么到这周六周末的时候呢周六的这个西部时间下午1点钟一样还有机会 这大家能到现场的就金山的30C的朋友呢可以到现场 如果说到了现场大家可以打800988561来这个去在网上看一下就是去了解一下我们2019年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这个现在的呃现在这样一个行情 行行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直播休斯文电台的朋友就到这个地方好不好 然后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啊下周星期二再和大家见好拜拜好的 哎呀刚才这一通啊好最后最后最后对一道步的你先上来则能量能量能量 然后那我们就回答问题啊amc5amc我先导致两句因为这个我在盯 嗯mc的话我自己看好看的是这个日线级别的头前底反弹 但是现在反弹个据没成型所以暂时不动 哦啊dbpx你你你你把屁拿掉吧估计他问dbf啊dbpk 会回到1块8吗呃1块8在这个地方啊基本上是可能性比较低了啊应该会回到但是好好年马月呢不知道短时间之内的话我觉得这种股票就赶紧远离吧啊这个成交量是多少啊 啊太低了也不算太低啊太低了因为1块钱的股票成交量这个样子所以不好啊然后小盘古我刚才校长说了khc可以买吗怎么样校长可以买吗别碰你要是一拿能拿10年我不反对你买你要是拿不动最好就别碰 嗯然后这个是grsh可以买吗呃这是咱们的商业客户嗯这是咱们的这是我们的商业客户那我们呃也和他的管理层呢有一个交流啊也会有一个沟通所以说我们在去进行一些筛选的时候也会去选择一些公司质地比较好的我们的团队也会去跟他们的高层去见面啊去聊啊看看他有没有发展的前景所以呢呃可能他现在的 股票的价格是比较低的但是既然我们有团队去研究决定说呃愿意和他做这种ir的关系客户的话应该是我们对他的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大家在去做投资的时候呢做好仓位的匹配然后做好仓位的匹小资金埋伏进去之后做一个长期的等待我想大家应该会有收益的一个回报而且就是grsh的话也确实他的这个成交量这跟刚才这个换朋友问的这个dbpk相比的话他成交量还更低一点所以这个资金配置上的话呢一定要谨慎 嗯但是呃我们的ir客户呢很多很多啊这个买了之后呃如果是长期的话因为这种股票在市场当中呢比较多那你到底怎么去找这些股票都会涨你到底怎么去找其中的这些呃还算是比较有质量的这些公司怎么去找出来呃这个就是要交给一些团队来做了那我们会我们的有这个一个专门的团队会帮大家去做这方面的去研究 嗯MCHI这个也是中概股的一个ETF然后呢跟我之前在我们YP里头讲到的那两个呢这个他跟这两个呢相似同时呢也包含了那两个基金里的成分股但他主要还是立足于在美股这一块如果说你觉得中国股市就或者说中概股会有一个上涨的话那么MCHI呢可以作为一个看涨的选择 CGC能买吗CGC我是觉得CGC不行因为CGC的话它是一个弧形的顶部结构它没有它不像那个ACB一样有个七星上涨行然后我CGC呢好久没做大马果了最近不想做觉得没有机会然后UXN这个昨天涨了很多你说它能不能买了呃UXN因为我自己对它优先二手车嘛我对它的这个基本面包括这个你看好这个那个公司就我对他们基本面目前来说呢确实不大信任 所以这块我自己可能会全选择回避啊好呃ROKUROKU 这个就是这是逼空走势之前业绩之后做了一波逼空现在正好在阻力点位附近 以如果是我的话要是没有仓位就不会选择这个位置去追 AMD 呃你就就我说啊啊问我的话呢晶片类的公司我还是挺看好的啊最近不太看好NVDA呃最近不看好NVDA再说一遍啊不看好NVDA 不做多NVDA甚至可以去做空NVDA然后呢呃大盘的这些其他的呃晶片类的公司呃有那么一两个我觉得价值是被低估的这个我是在呃VIP里面我有说过但是不是NVDA不做NVDA呢应该是逢高做空 AMD呢我还没有看的太清楚这两天的这个K线图看起来应该是要继续往下回调的样子但是我还是觉得AMD呃值得买这个AMD回调结束之后我还是倾向于继续向上去看张AMD 我自己从估值上来讲的话AMD现在这个估值有点高了可能不会选择去介入呃那GNUG呢GNUG这个是小盘股的黄金矿股黄金要回调那这个黄金矿股可能应该大概率走势也不会特别强 我看这个图还挺好看的现在呢日线图呢是一个上升趋势线呃什么趋势线如果被打破这个自然是要离场的但是如果被打破了的趋势线还能重新呃收回收回来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看张的信号嗯然后NIO这个给你来了NIO呃NIO这个现在在说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之前跟大家提的时候很低很低然后现在NIO呢连续新的出现 一个向上的拉升嗯你接下来再看啊我觉得上涨应该是没有结束的接下来呢如果呃高位的K线还能在这个上影线上方呃有走势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行情出现的啊嗯呃然后推特推特的话现在推特呢这个短线承压它是比较明显推特目前这个Facebook可能又有自己的这个在数据上的问题那么对于整个的整个的这个呃 社交媒体这一块吧其实都不是很有力在社交媒体头有一个股票有那么一些要往上走的意思这呢我们在YP呢此前已经跟大家提及过了如果大家有兴趣80988561来我参加我们的YP我们给大家去做一个更详尽的分析啊然后呢拼多多呃你怎么看拼多多的话目前来说就是拼多我之前的给他做过一个做过一些自己的一些自己的调查吧包括他里头现在不是有什么种树啊 浇水啊弄水果啊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客户粘性上或者说商业模式上的有他自己创新的地方但是他现在你让他一时半会儿马上能够解决他去年爆出来这种假货的问题还比还比较什么假货就比如说在平台上有这个假货你知道拼多多拼多多上的全是假货怎么叫去年刚爆是全是假货既然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就像原来当年阿里也曾经说被世界反比如说全球反假货年盟给踢出去过这样的事拼多多想去改正或者说去调整这个东西 他肯定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这不是说一一眨眼一下就能解决的所以现在拼多多呢我自己呢会比据说在基本面上我可能看着比较保守要在技术面上的话他要敢过30我就敢做 不是这个拼多多的问题是呃不他都是假货然后呢拼多多只能是在假货的路上越走越远然后嗯这不影响我们操作操作上不影响拼多多的仓位我都已经走了都已经没有拼多多的仓位了然后近期呢 我比较看空拼多多所以近期不看涨拼多多这个是我自己的观点啊然后SNAP啊嗯你来SNAP的话有门他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可能会倾向于走一个近似的杯柄形态就是他之后可能会在10块钱附近10块钱到11块钱之间吧会因为大盘的一个回路他也出现了调整他把这个杯柄走出来之后我们在杯柄的相对较低的位置再吃进来会好会好一些MFC MFC这个是提供于提供于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内容如果说从周线图上来看的话他周线的有一个缓慢的上升通道现在也上升的格上升的格局里面 就是相体整理啊周线要等这个方向给一个最终方向选择现在来看的话反弹行情啊可以往反弹的上延边去看这个通道你看怎么画我这样画是一个上升通道呃我这是横盘整理我这样画是一条上行的大的一条上行趋势线那你看这个K线图现在给出的信号应该是顺着这个通道继续向上去反弹所以呢呃这个K线给出的信号周线级别 应该是继续向上看反弹嗯好啊然后网红今天病了网红今天出不来了今天然后今天窄幅震荡等什么消息啊 每年美联储的这个主席的进步的表态吧然后京东财报呢财报看好但是京东的财报虽然看好但业绩预期不好说所以非常不见大家去赌业绩 哦sqq我可以开仓吗啊可以啊可以啊xnet呢 迅雷迅雷的话呢借着比特币这一波的这个反弹吧他有他自己的炒作的空间但是你要说他基本面特别好让我敢去投资他这我不敢因为迅雷的实际的这个业务的话呢 嗯不能说很差他也在慢慢往好转的过程里面但是他的这个盈利能力还是比较比较欠缺所以这块迅雷的话这一事办法我 我不会很激动的去追迅雷现在还是那个下载软件吗迅雷现在下载软件还有但是肯定是已经不如百度网盘了他自己会提供一些比如说有些小的硬件服务甚至他有自己的加密货币的概念很多年没有用迅雷了但我知道他被赋予了加密货币的概念就很明显啊43块钱这地方是支撑点双底啊看看这个支撑能不能撑住撑不住呢肯定要抓紧跑路的然后iwm这个刚才说过了美联储这个也说过了gsm gsm的话今天呢我们我们看到的就是gsm的这个整体上的走势他走势你能换日线行他走势的话呢严格上来讲并不算非常强而且近期是个缩量在这儿如果说就是说你要想想看反弹那么日线级别把三块钱的位置拿掉然后再往上看涨这个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态势 acb 这也是大马板块 acb 的话呢就是在这边我倾向于是两小时级别在这儿可以大家可以看两小时级别的话在这儿 这个地方是一个骑行整理 这是个骑这是一个上升之后骑行整理骑行整理之后现在向上突破了既然向上突破了那继续看涨 两小时起行整理嗯 嗯 这个是acb 的这个然后从哪去了释放美联储放化相吸毒剂量不够了呃接下来呢大家应该会看到a 股应该是一个上升的状态 然后美股这边也有利好消息出现但是大盘应该却涨不动的那种走势 我想应该会啊天然气的基本面这个刚才你说了啊可口可乐能不能买 可口可乐如果够我就不能买我不知道够你怎么看 因为够我的位置确实有点高 可口可乐呀嗯 啊可口可乐呢适合做这个震荡行情就是你假如说今天买明后天卖明后天做空 呃再过几天买适合做这种震荡行情 然后同时以sell call和sell put去配合适合这样子的交易呃这个图形呢 现在这个日线图我们简单的画一条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然后下降只是说明下方还有下跌的空间还有下跌的空间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你能干什么你啊嗯 你要你要怎么你要不行了啊 想了我不行了你这是这话说的 不是我看你就好像随时要倒在桌子上的感觉一样 bgcp 快点远离吧bgcp我天这确实远点 什么成交量300多万成交量量还挺大的啊赶紧远离吧 啊 然后天然气这个说过了天然气我不行啊这个不专业啊这个校长行然后然后六老师也行 然后但是他都没做节目这个节目变味了嗯你刚才不是变味了是只是稍微换了换味道而已啊今天这个网红没来 稍微换换味之后之后还是还是会换回来的可口可乐可以买中长期持有吗还有下跌空间还是有下跌空间的 然后这个天然气说完了uxin说了是吧roku可以short吗呃30分钟破位就可以 嗯嗯图形是浪看上去还要涨30分钟破位就可以不要去主动做空roku 就有30分钟往下一搭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可以上下出现啊对roku我刚刚这一波基本上是逼空逼空还挺强行还有比特币那比特币呢就是一个30分钟的图形是一个震荡啊掉下来反弹上去目前为止呢就是这样一条小趋势线啊你很难说这个位置会不会跌破会不会反弹啊我就基本上我可以现在提前预测比特币呢想要往上涨你必须要去消化这一块压力区间往上涨回去我估计啊接下来一段时间 比特币应该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呃没有做多的机会没有做空的机会比特币最糟糕的那段空仓的机会呢时间段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比特币应该是倾向于震荡然后偏上起应然后再大幅度向上拉升慢慢的往上走高的这种状态然后数字货币呃币圈就是 就还是那个问题很多人呢到目前为止对数字货币仍然认为是泡沫仍然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好的资产包括巴威特巴威特周末的时候也还是强调了说是货币没有什么特殊的 的意义那问题来了摩根大同为什么要做这个chase coin就是为什么在说了这个是泡沫资产的情况下完了还推出了一个泡沫资产 巴威特说完之后就被人怼了这其实用同样的形容词比如说什么没有价值泡沫这些他说那您看您老呢手里头一千亿现金是不是也符合这些要求 嗯有这个喜欢比特币的去怼了巴威特一下是所以整个比特币的这个我估计就是个震荡震荡完了之后呢应该再慢慢的往上走就说他是泡沫 这个就我是绝对不同意的然后你说他还要在横盘的整理一段时间再继续的往上走高呢这个倒是有可能虽然我们都不是神仙是神仙的话两万点我就跑了我就不会这个再继续持仓了所以呢比特币我觉得没有仓位的还是可以开仓啊之前有仓位的话呢觉得好像没买够还可以加仓那如果觉得之前有仓位被套了的话你就什么都别做你就放这个钱就放到这个地方就是等着他慢慢的自己找回去吧 嗯好然后再补充一下瑞波币今天正式的可以在这个coinbase上面交易了嗯之前呢coinbase pro因为之前coinbase是呃总说瑞波币是这个证券币那后来呢coinbase拿到了证券牌照拿到了证券牌照之后他就可以再来去上线呃去交易这些这个数字货币同时呃因为coinbase要准备上市吗 如果他在上市的时候这之前吧或者之后他在瑞波币上面赚了一些钱啊把瑞波币上线类似的的话 他将不符合一个呃券商的一个牌照SEC会给他麻烦那现在他呃扫清了所有的问题拿到了自己的牌照上线了这个瑞波币基本上也可以证明一下瑞波币确实不是一个传统性的utility的币种他也涵盖了一些证券的一个定义但是接下来的话我们应该会看到啊所谓的证券币utility币这些币呢应该都是放在统一的一视同仁的一个对待的方式里面行那今天就这样就先到这谢谢大家这个收看行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